其实我们刚刚是用这三个标签 来简单地概括了一下 自己对于电子音乐的态度 但是更多如何去体现 还是要通过节目当中的创造去体现 对不对 那可不嘛 对 但是这个节目 在开始公布了三位主理人消息的时候 大家都会产生很大的期待 同时还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所以今天在现场三位 也要直面一下 我们来自网友的质疑 好不好 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各位 来人拦住他 还有质疑 不许走 差不多得了 上个老虎凳把他绑住 答不出来不许走 好来吧 来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要给一星的 因为今天也选择了原创领军 因为对于国内电影 很多人的印象停留在土味DJ 就是大爷大妈们蹦的时候 要听的那种歌曲 很多人觉得说 在中国是没有电子音乐成长的 适合的土壤 可能觉得西方才会更加适合 才会有这样合适的环境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每个音乐种类都有它的听众群 跟喜欢的人跟不喜欢的人 没有 我从一开始做音乐开始我就说 其实音乐没有对错也没有好坏 只有你喜欢跟不喜欢 但是我其实比较支持说 你 我觉得有的人会说 这个音乐 我听不懂 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就不是听不懂 就是没有满足你的基本听感 所以你把它转了个画风 来让你舒服 来说这样的一个评价 对我来说 其实每一个音乐 它都能够满足一些喜欢或不喜欢的人 所以我觉得音乐 它没有国界 没有那么多所谓之 没有市场或怎么样 只要这个音乐是你喜欢的 就对了 而且反而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 能让更多的人去接纳更多种类的音乐 对不对 对 而且电子音乐的包容性也很强 它有很多不同类别的音乐 对 而且你说的那种土嗨 就是那个歌 就是在一个情歌上面 硬加动词动词那种 是吧 为什么你受伤的总是 我动词动词动词 对 然后那种 那种其实它是硬加的 它当然就是一个 当时听起来 因为好多大哥喝酒的时候 还有大妈他们跳舞的时候 他就是要认同感强嘛 你给他放一大股胖 他也不知道干嘛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次 原创 就是因为所有人 不管是remix relief的 还是原创的 大家都是 他每一个小节 都是自己经过很多思考编出来的 对 然后所以说这里的脑洞 这里的才华 这里的技巧 都是那些没法比较的 明白 就像刚刚我们安东老师提到的 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是非常具有专业性的 那是 那刚刚一心回答完之后 大老师到你的问题了 拜拜 来 不要走 挺挺好 这不是我说的 凡是放大张伟音乐的地方 人均消费 都超不过六十 然后呢 大张伟呢 是一个被音乐耽误了的段子手 所以 很多人就在怀疑说 大老师 你是否真的有担任 电音主理人的实力 不是我说的 我这个人经常 说明他对消费很 很熟悉 他的消费 说明这个人就经常去 那个人均消费 六十已经很多了 还要多少 然后首先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呢 生命不死 音乐不断 然后呢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一个那个热血 然后我从头开始 我从99年出道 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 我最开始做的是摇滚乐 然后后边呢 又做了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一直没有停止过进步 然后也许我中间 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但是呢 我一直都是希望 即使是遍体鳞伤 也要一直向前去冲 对 然后这次我来到 我们几个电音 我最开始 跟后边选手们 我们都一个不谋 玩和 特别大的一共同感觉 就是大家其实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以前都感觉是一个人的战斗 然后我们三个有这种感觉 但是这一次是感觉 一堆人 向一个方向奔跑的感觉 然后那种感觉都特别有力量 所以来这之后 我觉得既是一个 我能够去挑选呀 合作 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就是这样 因为大家的喜爱 所以能够在这里全部碰面 对不对 对啊 我帮大老师说几句话 其实说实话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我也没有想到 大老师对于电音的了解那么的深 就节目录到 就刚开始那一集的时候 就大老师在上面说编曲的 用的插件 然后他每一个讲的那些硬件的名词什么的 我听了我都是懵的 我都没想到大老师对电音真的 他是亲自动手去做编曲的一个人 而且对于一星来说 一星这么深入地介入做编曲这个事情 以前我也是不太了解的 所以经过这个节目我才知道 哦 原来大家对于电音的这个研究已经很深了 相信看完这个节目以后 就大家对于大老师的这个人均消费 一定会有改观 就可以往上涨一涨 不用不用不用 首先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就是 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说 我引用过一句话 就是高级的感情最终变成了精神 低级的感情最终变成了脾气 然后我觉得我在活在一个精神里头 各位对我有什么脾气 那是他们的事情而已 是这样 非常好的回答 谢谢 谢谢大老师 但通过刚刚 尚文杰老师刚刚说那句话 发现了你们三位 一直藏着掖着 在这个节目里面 才把你们关于电子音乐的东西 都拿出来 不是藏着掖着 那我别的节目哪去说这事去 对 所以说有这个 我跟杨迪聊编曲 有什么可聊的 我想问问 就是因为你平时碰见的人 都是你在做那个工作 但是真的就是 每个人一星 平时我们 我们就在天天之前见过几回 聊过聊过 我们后来我们在后台见到 人一星主动找我过来 我们就是在聊那个 我们怎么去编歌啊 最近都怎么弄的那些东西 我也觉得特别有惊喜 其实每个人心中的热血 都是被这个市场 可能给压制住了 但是那个热血 从来就没有灭过 因为那个是血 血是不可能消失的 明白 谢谢 谢谢